如果年长者你的膝盖不好 你走楼梯的时候 搞不好真的摔倒 然后就造成终身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问题 发觉其实走楼梯要有方法的 走楼梯还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做给你看 来 现在葛平大哥要示范我们 走楼梯的坏习惯 有些人走楼梯的时候 他脚很硬的 全部是直的 你整个身体 重量加在你的膝盖那边 其实我本身都会去注意的 OK 合心肌群 OK 下楼梯的时候 然后你脚不是直的 一点点弯的 你看一点点弯这样 OK 这样下 自然的下 你只要保住你的核心肌群 你整个身体都有得控制了 上楼梯也有些人很懒的 包括 我又懒咩 抱歉 因为你现在都是这样的 你今晚如果要好过的话 你就讲别人了 别人 别人